大家好 以色列耶路撒冷老城又发生了恐怖袭击 一名手持巴雷塔M12冲锋枪的恐怖分子 在耶路撒冷老城向人群开火 最终他被击毙 他的一名同伙手持刀子袭击路人 最终逃跑 恐怖袭击造成一人死亡 另外三人受伤 一名平民和两名警察 不同程度的受伤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根据现在我了解的情况 这名恐怖分子叫法迪阿布沙伊达姆 他是阿法特难民营的哈马斯领导人之一 他是哈马斯的成员 据以色列媒体公布的最新的消息 以色列情报机构公布 这个人三天前就将自己的所有的妻子 孩子还有所有的亲属安排出国了 所以他目前这个行动之前 三天已经将自己所有的亲属 转移出了这个以色列人控制的区域 那他这次袭击就是一次毒狼袭击 所以大家可以看 以色列情报机构对这个哈马斯 对相关人员这个跟踪 还有相关情报的掌握也非常完整的 所以这次没有造成大量人员死亡 早就盯住他了 就他自己死亡 将他击毙了 那11月17号的时候啊 一名巴勒斯坦人持刀袭击了以色列巡逻队啊 造成两人受伤啊 这个人也被当成了 那这次恐怖袭击啊 据我了解背后是有伊朗影子的啊 大家知道这次袭击的这个袭击者呢 他是哈马斯在当地的领导人啊 那么哈马斯运动呢 实际和伊朗的关系也非常复杂 哈马斯呢 他首次承认啊 伊朗是背后啊 军事财政的支持人 那么控制加沙地带的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的政治局啊 领导人负责人叫伊斯梅尔哈尼亚呢 首次承认啊 从伊朗获得了财政和军事技术的援助 他在周六啊 接受这个卫星频道叫阿克萨的采访时 首次公开证实了伊朗和哈马斯的关系 他说我们与伊朗的关系就有战略意 是抵抗计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 伊朗呢 向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提供政治物质军事和技术支持 这已经不是秘密 哈尼亚还谈到哈马斯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 伊斯兰抵抗运动曾经啊 并且依然对我们王国兄弟关系感兴趣 但不幸的是啊 在过去几年 沙特阿拉伯对哈马斯的政策发生了变化 并呼吁沙特阿拉伯的王储啊 叫萨勒曼本阿卜多勒阿奇兹 和小萨勒曼协助释放被拘留的83人 哈尼亚说哈马斯在国际时候有很多朋友 与许多国家有着广泛的关系 孤立围困哈马斯的政策 以及将其归类为恐怖组织都是失败的 那这次的恐怖行为呢 实际是伊朗呢 为了针对以色列上个月啊 对伊朗和专家暗杀行为的一次报复行为 中东地区啊 我说过啊会越来越乱啊 包括沙特阿拉伯啊 还有伊朗啊 共同应对以色列的威胁 所以双方的有合作也有对抗啊 所以呢 从美国撤离中东可以看啊 伊朗未来会势力越做越大 所以中东未来呢 会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地缘政治变化 中国也会随着伊朗的在中东地区啊 这个势力不断增加 中国也会逐渐进入中东地区啊 特别是在啊 我之前讲的那个霍尔姆斯海峡附近 波斯湾附近啊 现在美国也发现中国在中东要建立军事基地了 那未来呢 中东地区有更多的消息 我也会及时给大家汇报